加拿大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 縱使了三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收購加拿大金礦責團的計劃 該企業在北極圈以北120英里處 擁有一座黃金礦場 據彭博社報道 加拿大TMAC公司擁有 紐納、武特、北部的霍普灣金礦礦場 該礦場還包括一座港口和一條飛機起岸跑道 山東黃金礦業是一家由中共支持的收購型金屬商 中共政府持有約47%的股權 其位於山東省的多家子公司擁有10%的股權 在5月份 山東黃金礦業希望以約1.5億美元的價格 收購這家位於多倫多的金礦公司 收購消息傳出後 馬上引起加拿大國家安全觀察人士的廣泛憂慮 安全觀察人士表示 此時這項交易可能會對加拿大構成威脅 因為這些將會令中共有更多的機會進入西北水道 North West Passage 又譯為西北寒道 是一條穿越加拿大北極群島 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寒道 而且金礦的港口和起岸跑道 相當接近加拿大在北極的預警 雷達設施 據《環球郵報》5月份的報導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前局長法登表示 聯邦政府在調查 TMAC收購交易時 應該考慮加拿大的國家利益和中共 政府控制關鍵金屬和礦物的戰略 加拿大全球政治與國際法研究主席拜爾斯表示 中共政府控制著一個很大的極權國家 它想在加拿大北極地區獲得資產 是應該引起擔憂 加拿大政府應該警惕 卡爾加利大學軍事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邱伯特副教授表示 加拿大應該假定 所有中共國有企業在加拿大的每項投資 都是中共政府戰略性購買的一部分 加拿大政府在今年4月宣布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 必須對外國國有投資者收購加國企業 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此項收購計劃 屬於第一批加拿大政府加強審查的交易之一 據彭博社報導 TMAC在10月收到國家將進行安全審查的通知 在10月21日 TMAC表示 加國政府已經根據《加拿大投資法》 下達了山東公司不得繼續收購的命令 山東金礦在12月22日的一份聲明中 證實了加國政府的決定 中文字幕提供